那其实我接触这个产品是我去中国的时候 我接触到这个骨酥全餐 但是我觉得说这个产品它跟一般市场上的这些骨类产品 基本上应该是一样的吧 然后我当时候看到说 它有168种的全营养在里面 我觉得这是有一点不可思议的 那我觉得说可以试一试 那我就试了 试的时候我觉得说口感不错 那后来有很多身边的朋友就说 你吃这个的话最好就是可以拿它来做清断食 你会发现说身体的情况可能会有所不同 你的感受也不同 那我记得我第一次做这个清断食的时候 很难熬 你想一下你本来就是喜欢吃东西的 然后尤其是我很喜欢吃那个淀粉类的 开始我觉得是很狂躁的 因为第一我不喜欢吃这些骨粮类的 骨酥类的这种冲泡的饮料 我就做了五天之后我放弃了 因为我觉得哇好幸福哦 但是我有感觉到身体是比较轻盈的 只是我没有持续 那我第二次开始的时候我觉得第二次开始清断食的时候 这个反应跟第一次就分别差很远 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 完全没有第一次的症状 可能我已经有了心理准备 没有狂躁 然后也没有肚子饿 甚至呢人家一天吃三餐 我只需要吃两餐就可以解决我的问题 然后我也没有疲累 完全没有疲累 而且我的身体是比我还没有做清断食来得更加的精神 跟有这个能量 所以在做完第二次的清断食之后 当然就是瘦下来了 更健康了 然后呢看起来也更加的精神 我希望说呢 还没有尝试过这个产品的朋友 其实真的可以试试看 我个人比较推崇的就是说 以健康为主 更重要的就是什么产品是可以帮你 就是达到你的这个 我说的气血的这个平衡呢 那就是你需要的是一个全方位的营养 那我想古苏全餐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